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财博是天府啊 这个状态是比较稳定的啊 这个天府在财博共是比较稳定的 然后呢 迁一宫呢 是紫卫和破军 也就是说你外出的话啊 外出的话 聚会会多一些 但是毕竟呢 它的原局是什么呢 它的是吧 是天相啊 天相本身是比较稳定的啊 比较稳的 不太容易去往处跑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和在外面的话 肯定是两种不同的这样的人生啊 然后呢 它有一个天相和天府啊 见到了一个浮相朝原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啊 有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从天相的性情上来说呢 这个我们前边已经是讲过的啊 应该是在34讲吧 就是这个天相啊 天相在四公和亥公做命的时候 天相啊 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或者这个位置的时候 和在丑公卫公呢 比较相像啊 比较相像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天相它啊 有什么样的特点 就是从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排列上来讲的话 只要是天相一定是在它的这个三方啊 也就是它的 它的逆行的这样的一个 这三合公位上会见到天府啊 因为这个 这个天府星系的排布就是这样啊 府 阴 贪 巨 像 梁 沙 是吧 隔三个 然后破军 所以说的话呢 那么天相呢 它一定会见到 见到什么呢 就在它的财博宫里面会见到天府 然后在它的千亿宫里面呢 会见到 会见到破军啊 这是一个基本的组合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天相在四宫做命的时候 那么在它的观卫宫里面呢 也是空宫 就是它没有见到紫微星系的星填进来 那么它的这个天府星呢 本身就是空的 对吧 天府星系里面呢 就这个位置上啊 就是空的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观卫宫呢 就是空的 它是这样的一种特点 所以说 你见到像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会见到福 然后呢 它的对面就见到破军 这是一定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 天相的性情二五四 协作 平和 以及利他 这样的基本点 那么关于它的性格呢 我们也再重复一下啊 其实跟前面是一样的 从协作角度上来说的话呢 它有调停的天赋 善于调节各种关系 对吧 善于协调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调停者的一个角色 愿意以辅助者的角色出现 所以它往往不是大老板 或者说它不是这个主管一把手 它是以辅助的这样的角色出现的 比如说副职 然后呢 这个以帮助的这种性质 所以说它有什么 调停啊 或者是协作啊 这方面的这样的一种特点啊 那么它呢 就比较喜欢啊 喜欢什么呢 以辅助者的一种角色出现 就是这样的一种 它不喜欢当老大啊 就觉得我这个 我这个这个 我帮着老大把事情干好就挺好 它喜欢这种啊 所以这种人的话呢 一般不是这种出头冒尖的人 从性格上来说 那么平和上来讲的话呢 它可以善待一切的人和事物 那这是一种表面的表面的一种现象啊 就是从表面上来说 从表象上来说 它可以和一切的人 各形各色的人去打交道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将大家捏在一起 达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目标 那么在平和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种带有被动性啊 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这是天象的意义 也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属性啊 它主动性不是很强 天象我们说呢 它是那个硬 对吧 硬的话呢 要靠人去把它拿着它 然后去盖章 所以它本身呢 代表权力 但是它不行使权力啊 权力是要看谁去拿它 那个主动性出现了 它才会去去具有这种权力啊 否则的话呢 它只是说它具有权力的性质而已 然后在利他呢 这里面讲的就是说啊 为公众 为公众牟利啊 善用权谋 所以说它为了达成事件的结果啊 里面会用各种方法 各种手段 有阴谋有阳谋啊 这些个呢 也是它这种比较擅长的啊 所以天象的这种就是 这个一种特点就是说 表面上看起来很平和啊 但是其实内心里边 骨子里边的状态啊 不太容易摸透的 它是隐藏的比较深的这样的一种人 然后从情绪上的表现来讲啊 从协作这个简单来说 做事情有条不稳啊 稳中求准啊 就是说明 这种人做事情不那么毛毛躁躁 不急躁啊 但是从内心上来讲啊 它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 所以这些这些呢 基本上你都不用去操心啊 它规划得很好 在它那个内心里面呢 是有一个计划啊 有一本账 筹划的能力强 事无巨细啊 都能够面面俱到 平和啊 微笑平静 善于倾听 当然其实这里面也带什么呢啊 叫 伪装啊 就是深藏不露 隐藏真实的自己啊 没必要像你显示真实自己的内心的想法 因为我只是说我在调动你们啊 调用你们 然后把你们达成 完了 是吧 我内心想法是怎么样的 就没必要是表现出来的嘛 或者说我对不同的人表现出来不同的内心想法 啊 立他 凡谋为他人得理 而自己也得理啊 这个显示自己也是会得理的 从事业的方向上来说 管理者啊 这种管理者呢 一般不是一把手 那不是一把手的管理者 然后可以做经理 主管啊 策划师 文教工作 秘书 幕僚啊 等等 这个 会照煞星时 以从事工艺技术为业 那就是带有这种技术管理的性质 带有技术性的 事业具有长久的性质啊 所以天象它是比较稳定的 它不是这种擅长跳槽 或者是总是求变的 它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他的史甘斯画 那 贾年生人 贾年生人 签议宫里面呢 破军化群啊 在这里面呢 破军化群完了 然后呢 见到 叫做跪向跪 这个官路宫里面 因为是空宫啊 所以说它借对面的这个星过来啊 这个连真心的画路 连真心画路的话呢 对于官路 对于事业上来说呢 会带有一定的好处了啊 事与从政 在政府部门或大企业里面 从事文职性的这种工作 那这个路过来的话呢 有这个 工作的这个高度了啊 和稳定性 然后呢 它就带有权 对吧 同时呢 带有奎越 所以说 这个方面啊 这个方面 它是有一个技术条件的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进政府部门 对不对 它有一定的条件 以年成人 建议宫里面子为画科啊 子为画科 也从事文教类的工作 在台博宫里面呢 有颗这个 这个 露存啊 露存跟天府同工啊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组合啊 它是财和财库的关系 是吧 代表什么呢 代表财运上好啊 财运家 善于理财 也能够有积蓄啊 通过 啊 可以通过文化事业 增加财富啊 它可以把这个 它的这个 知识 文化 转变成财富 现在有这种 是吧 大学教授 写书 然后 通过一些 通过一些 个人的强化 把这 把自己的书 卖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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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系统里面去啊 卖给学生 这个 版税也很高的啊 当然这个 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啊 但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科啊 它是可以转化成 生产力的啊 它可以转化 可以转化成财的 丁年生人 丝化型不见 那 连连化技 冲锅了工啊 好的没见 但是 还 建一个 啊 建一个 这个 这个 技型冲进来 对 事业运呢 会受到影响啊 最好 是选择 稳定性的工作为家 丁年生人 那 丝化型不见 那 也是不见丝化 但是呢 命工啊 构成了什么呢 构成财因加印和 行技加印啊 这个是 比较复杂的一种状况 就是说 首先我们说天象啊 天象它是被动的啊 它的被动表现在自己不能做主啊 然后呢 它的一些属性呢 要靠谁呢 靠他旁边的兄弟公的脸色来定夺 对吧 兄弟公这有一个画技啊 这一个画技坏了 构成什么呢 这个天象啊 是个阴形 然后这边一画技呢 就叫做啊 行技加印 啊 行技加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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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象是印嘛 对吧 两边把它加了啊 这个加印就把印加换啊 所以 这样来讲的话 一般来说啊 行技加印啊 这个印呢 当然也代表你的学问学术和学历的啊 行技加印的话呢 对学 学习也有影响啊 至少是说 你在第一步大运的时候啊 因为第一步大运的时候啊 因为第一步大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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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因加印 财因加印对于财 财富求财 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它形成了 这样的一个双向的 这样的一种影响 所以它其实是并存的 同时存在 所以财因一来的话 财也来了 同时行迹也就跟着来了 因为它还有一个什么呢 在这个青阳 青阳化其为行 青阳又叫行行 它化的为行 所以它在这样的一种组合之下 组合之下 这个行 这个行的情况被加重了 被加重了 所以它更具有行的性质 所以说求财必会与刑罚同在 相伴而行 唯一遵纪守法 诚信经营可以免受损失 免受惩罚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不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这两个是相伴而行的 所以钱也赚了 然后这个灾就来了 相当于是这个意思 物年生人 物年生人呢 有一个坐柜相柜 但是呢 四花星不见 福奇宫里边这个贪郎化路 这个贪郎化路呢 会冲到这个过路宫当中来 所以这个路呢 会给它带来一定的这个作用 本身呢 本身呢 又坐柜相柜 睡运会比较稳定 适宜在公家单位从事服务性的管理工作 就这个职位应该也是不低的 可以去这样去理解 几年生人呢 四花星不见 那又不见四花 然后呢 靠这个贪郎化权照过来 借过来这个力量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命功呢 也构成财因加印啊 这是一种简单的 因为建到路屯了 然后跟这个天良 对吧 构成一个财因加印啊 财因加印的话呢 对于这个财运上 财是有利的 实际在企业中从事稳定性的工作啊 就这种财运是比较稳的 如果呢 如果你的这个身工 比如说 比如说身工在福奇宫的位置啊 它跟化权在一起 或者是身工在福德宫的位置啊 建五曲七杀化路 这种情况的话 也有啊 升级可以作为老板的这样的一种变化 更年生人呢 四花星不见啊 然后呢 有一个奎越照 奎越这个坐归相跪啊 五曲画权 五曲画权啊 冲到这个财博工当中来 给财运呢 带来一定的加持 事宜在公家单位和大企业中 从事管理工作啊 新年生人 又见到化露了啊 所以说你看天象的话 别看天象 看什么呢 看他的旁边 他就是这个叫财运加印 对求财有利 适于从事稳定性的工作 按部就班 那这样的 财运安稳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如果你说 他本身呢 他有这个 有这个财运加印啊 如果这种人 待不住 他一定要出来往外跑 如果说紫薇破军的 一个状态比较好啊 比如说紫薇啊 从紫薇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他的三方四政构成了 比较典型的 这样的军臣庆贿 那你外出的话呢 还是有机会去开拓 那是开拓的 人年生人 紫薇啊 在迁移工里边画权 官路工里边呢 建到了露存啊 建到了露存 所以事宜在国有单位 从事管理工作啊 事宜会比较稳定 一般来说呢 他有这样的一种好处 如果你往出跑的话 专门去用紫薇化权 也有机会自己去创意 尤其是什么呢 比如说深宫落在 落在迁移工 对吧 深宫落在这个位置 那么你有可能 会强化这个紫薇化权 否则的话呢 一般不太会 鬼年成人 迁移工里边破军化路 那外出发展事业有利 你从这出来的话呢 见到这个化露了 对吧 外出去化露了 这个晴阳 在这个丑工是入庙的 事宜在企业内服务啊 带技术性的这种性质为家 也就是说 他见到什么呢 见到羊驼 羊驼冲照到命宫当中来 所以说会带有这种技术性的特点 那么大家会看呢 像这个天象作命 天象作命的话呢 从假年生人 我们一直到鬼年生人啊 比较多的情况出现了 四化星不见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天象啊 天象不参与四化 天象这颗星呢 路权科技 它一个都不化 石干四化里边 没有天象的事 同时呢 因为天府也不参与 这个四化 那么你相当于是说什么 是命宫和财博宫里边 这两个宫位里边 都没有四化星了 关禄宫里边又有空宫啊 空宫也 四化星也会不见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全靠什么呢 全靠迁移宫里边 迁移宫里边 紫威和破军 如果有这个路权科的话 是吧 那么它的这个四化星 才会被加持 才会被加持 所以你看 相对来说 为什么说天象的 这样的命局会 从格级档次来说呢 会比较低一些 我们没有说它 这个这个low 我们只是说这个 差异 比如说你要是 你像我们前面讲的 紫威破军做命的话 那你在三方四证里面 见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不对 他们都有机会参与四化 那么四化 啪一加上来之后 人生的亮点就来了 那么你天象做命的话呢 四化星加进来的机会呢 就有限 你往前去导一导 你去看 基本上都是没有 只有一种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旁边的 巨棉化路 巨棉化路的时候 它构成这种财因加印 或者是路存在这个位置 路存在武功 在这个位置 路在这个位置 它构成财因加印 当然这个还不是这个四化的影响 只有在新的时候 新巨阳曲昌嘛 只有在新年的时候 这个巨门画了路 才会给它带来这样的一种 财因加印的一种好处 就这个呢 也是看天象的这样的一个 分析问题的一个点 就是它四化星 给它的力量比较小 然后再加上它本身这个象呢 就是一个腹直 对吧 它不太那么主动的去拼搏 去要争第一的 没有这种 这个是跟大家分享的 这样的一种理念 那么我们看一下 天象在为工作灭养 它的先运的情况 早年第一步大运天象德 相对来讲 毕竟它是稳定的 天象是比较平和 比较温和 比较稳定的 即便是德呢 也还算过得去 然后天东天良还可以 无取七杀呢 也OK 但是走到太阳呢 因为太阳不得地 所以这一步呢 就比较弱了 那么再走到 走到关禄宫空宫的时候呢 因为紫薇 因为这个 连真和他拦过来 这两颗星就都是落线的 所以野主 这个事业运 就这一步的十年 比较弱 相对来讲的话 有两步运 比较弱 那么 正好是在这个 黄金的年龄段上 就比较可惜了 那么从走到天机庙的时候 已经五十多岁了 紫薇破军的时候就六十多了 如果是逆行的话 第二步呢 第二步呢 巨门望 所以 这个人应该来讲 读书还是不错的 但是第三步 那走到 连真 贪狼 落线 第四步 太阴 落线 所以这两步运 二十多到三十多 这两步运的话呢 是比较弱的 如果没有这个四化的影响的话呢 就 相当于是这种层次会比较低 等到天府的时候 这四十多岁了 相对来说的话呢 这个积电 已经有一定的 这个规模了 可以叫什么呢 后继薄发一下 然后呢 再走到积歌宫里面来 这个是空宫 空宫的话呢 看一下它的状态 对吧 它自身的一种状态 以及对面的状态 还有这种子辅 对它的一种影响 综合去判断 我们看一下这个详细的说法 第一步大运呢 得父母观照比较多 性格温和而安静 性格沉稳 耗静不好动 觉气方面呢 表现一般 若得科兴拱照 则利于读书 为什么父母观照会比较多呢 因为他这个父母宫里边天同天良啊 都是比较 对自身来说呢 那种照顾会比较抽到 第二步大运呢 天同天良 成本好学读书运 表现平稳 第三步 无取其杀 出入社会 闯进十足 多会有机会呢 去外地发展 在事业上能够得到认可 能力呢 得到提升 这是 这步大运是不错的 但是第四步 走到太阳的时候呢 落线 受到落线的太阳 和太阴的影响 事业上的多波折 有致难伸 若能 划路划全 则会得到根本的改变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太阳落线了 而且对面的太阳也是落线的 这两个都不亮 日月反备 这个对它 这个大运的影响呢 是会比较强的 只有见 划路划全 太阳的变化 才能体现出来 第五步大运为空宫 而且呢 千亿宫里边呢 连针贪狼 均为落线 对事业上的成就不大 受到 辅向朝元的这样的一种观照 它能够在现有的状态上呢 稳定维持 就是说 你像四十多岁 没什么发展 只是保持平平 这样去走 说白了就是 工作能维持 但是 提升啊 提值啊 都跟你关系不大 这个其实这步运势比较弱 第六步大运 天机 运势得到好转 做事变得灵活而畸变 善于转入机会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 这个 财运也比较好的话 去可以做理财啊 投资啊 五十多岁这个时候 第七步大运 紫围破军 紫围破军呢 叫晚年内心忙碌 不得清闲 是个闲不住的人 等你到六十多岁了 你还紫围破军呢 是吧 那个厚进十足啊 然后呢 逆行啊 第二步大运呢 巨门望 口才家善于表达 在学习上表现突出 第三步大运 连针贪狼 若不见极化 且无火灵凑合 那么 比如说连针画路 贪狼画路画权啊 这个样子 它可以改善 连针和贪狼的 这个路线的状态 还有一种模式呢 就是说 见火星和灵星 因为贪狼需要这两个 如果贪狼在三合工位上 见火星和灵星 或者他同工的话 这个状况呢 也能够 有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 闲鱼翻身 主什么呢 出入社会 机会不佳 难以找到 自己满意的 这个立足之地 多会与自己的 工作能力有关 因为你命工 命工里面 就是自己是落线的 说明什么 问题出现在哪 自己的 第四步呢 太阴 落线 仍旧会表现出为 较弱的这个事业的运势 唯见日月极化 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 用调和 第五步大运 天府 事业运是得以稳定下来 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踏踏实实的工作 第六步 大运 空工 受到子府夹命的影响 还有呢 天同天良的关照 事业运会比较稳定 能够安稳退休 第七步大运 紫围破军 晚间喜欢找事情做 根本就闲不住 忙忙碌碌一生 就这样过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个命令 这是1985年的一个男生 看一下他的这个情况 北漂 本科艺术生 这个10年开始 毕业工作 然后14年呢 一个面瘫 中医治愈 相当于这一年是 非常糟糕的 生病了 然后18年离职 进军保健品 这个行业 2020年离开北京去南方发展 然后呢 在保健品行业 然后呢 2022年呢 又回到北京上班 那么我们从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上来看的话呢 还是 比较辗转的啊 经历的比较多一些 像这个呢 就是天象在卫工做命 然后呢 有一个文昌文曲在命工里面 同时还有一个什么呢 紫微画科啊 科星 科星呢 也照到命工来 所以从这三个点上来讲 文昌文曲 在加上这个紫微画科 那么这个文的性质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一个是他前面说的 本科 然后呢 艺术生 所以这个艺术生的话呢 跟这个 比如说文曲 画科 这些个 都有很大的关系 对吧 那相对 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虽然是属于艺术生啊 但是后来工作以后呢 基本上没有 没有做这个 本职 是吧 嗯 做了什么 做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不同的行业啊 不同的行业 这个来回去发展 因为他有一个 迁移工里面 有紫微画科了 那深工又在迁移 所以这个人呢 就是不断的去往外跑啊 但是现在呢 这个相当于来讲的话呢 这个其实 我们从他的这个 经历上来看的话呢 跌跌撞撞啊 不是很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运 这个85年 然后木三局 567 87 因呢逆行啊 97 07 17 17 到27年呢 才会走到这步运啊 那我们看 嗯 应该说读书的时候 还是比较 比较理想的 是吧 本科 然后呢 这个艺术生 毕业啊 然后他像文长文娶的一个加持 走到这个进入社会以后 07年 这是23岁嘛 23岁以后进入 进入社会了啊 是什么呢 就 连针和弹狼这种组合啊 然后呢 他是一种落线的 落线的一种状况啊 所以说 看啊 07年 呃 就是10年毕业嘛 对吧 啊 是在07年 这个 这步运里边 呃 我们前边呢 从毕业之后呢 显然会有工作 但是14年呢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疾病的问题啊 嗯 中间呢 没有说这个工作的变动 对吧 没有 没有工作的变动啊 相对来讲的话呢 实际上这一步大运呢 比这一步呢 还要好一些啊 问题出现在哪呢 这个连针瘫狼 虽然是落线的 但是他见到了 在这儿呢 见到零星了啊 见到零星了 再构成一个 零摊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啊 所以说呢 其实这步运啊 这步运当中呢 应该是 挣了钱了啊 这步运是挣了钱了 然后进入这步大运的时候 那17年以后 进入这步大运 太阴化祭啊 命功化祭了啊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影响比较大的 我们看啊 陈子和身啊 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典型的叫 就日月反背 而且呢 他因为他又化祭 这种状况啊 虽然 虽然这有一个天机的一个路 还有一个天亮的拳 但是因为这个基础点不好 这种互相的一种影响 所以产生了什么呢 产生了这样的一种 就是你看辗转 辗转反侧的这样的一种变化啊 这种变化的话导致什么呢 就是 你在这个命功待着不舒服啊 然后呢 你去了这个 签业功也不舒服啊 南方北方南北方啊 主要就是变成这种状况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啊 从从这个财博功上来说啊 以及关禄功上来讲啊 关禄功上来讲啊 钱呢应该还是赚了一些啊 天机 是吧 根据一些机会机运 然后呢来画了路 然后这里边呢 又有天葵和天狱啊 这个天葵天狱说明什么 说明他所在的这种企业啊 应该是属于比较知名的 或者比较大的这样的这种啊 这种行业 这种企业 那么像22年 说22年的话呢 又回到北京上班了啊 这是一个流年的 这是一个流年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22年呢 是这样 在这儿啊 流年 见到陀螺 见到地界啊 有两颗雄星 然后呢 插一下 这是22年啊 这个流年 见到太阳啊 见到天同天良 又见到这个啊 巨民和火星 是这样的一种组合 所以说呢 这一年 22年的话呢 发现本地待着太难受了 邦当又跑到这个 跑到这个这个 迁一宫来啊 也就是说 像说22年 回北京上班啊 就是从南方又回到 回到北方了 对吧 它有这样的一种变迁啊 这样一种迁动 那这个迁动的话呢 也是属于 因为这边有地界啊 命宫里面见地界 迁一宫里面有地空啊 就是属于无奈之下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变化 这样的一种变动 明年啊 也就是在23年的时候 我们看 23年的时候 它命宫里边 在这种状态 再加上 见到天马啊 见到五曲七沙 见到文长文曲 是吧 所以2023年这一年呢 整个的这个状态呢 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 扭转啊 会 机会会是 会是非常不错的 那从运上来说啊 从运上来说 27年以后 27年以后 走在这部大运啊 走在这部大运 这部大运上来讲的话呢 这全是极形 而没有见到凶行啊 而且见到什么 鹿马交池 鹿马交池 对吧 文昌文曲 在对面又见五曲提杀 有财有财库啊 奔走当中去求财 这个呢 其实是 应该是说 他人生当中 在这四十多岁的时候啊 最 潇洒 最辉煌的这个十年 那么 走在这一部大运的时候 这十年呢 你就要规划好 后半生的 你就所有的未来 所要面对的一种问题 对吧 你这个 相对来讲的话呢 只有这十年运会比较好啊 说明你 你赚钱 以及你如何去安排 你后面那种生活 那钱是怎么样去分配的 你都应该把它去 后面的路都在安排好啊 如果你只顾眼前 这十年 会活掉 后面 给你打回解放前 就比较可惜了啊 那么 所以说呢 实际上他的这个命局呢 现在走的路呢 就是没有 没有找到方向 没有走好 因为本身呢 他是 这个艺术生啊 搞 应该是跟艺术相关的 具体的没有说 我不太清楚 然后呢 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他又回到了 这样的一种啊 见到这个 天火和路层 又见到文昌文曲 是吧 又见到文昌文曲 因为这个文昌文曲 和画科的 这三颗星的这种状态 在他的命局当中 太典型了 那你把它放弃掉了 而不用 就有点 就有点浪费 是吧 因为这个呢 实际上 你是你人生的价值点 这个就有点浪费 所以说的话呢 看看自己是不是 还能够把 原来的东西 能够捡起来 这个能够 能够回归到 自己的这种 本行上面去 这个也只是 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因为你走在 比如说走在这部大运 50多岁的时候 走这部大运 就比较糟糕了 你从天上 又掉到地上来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后面的路呢 就很难 就很难走了 关于这个案例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 大家下集课再见